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武艺朝群 那个时候契丹各部有点像蒙古建国前的样子 都是以各个部落的形式存在的 各部会推举有能力 有威望的人成为可汗 统领各部 阿宝吉因为才能出众被推举为可汗 他就效仿中原王朝称帝 在公元907年建立了辽国 北宋时期 辽国几乎称雄了整个北方地区 实力甚至一度压制了宋朝 要知道当时北宋的领土只有280万平方公里 而辽国达到了489万平方公里 只是因为我国历史习惯于将汉族政权作为正统 所以我们的印象里 辽国才变得不那么奇眼而已 公元920年5月 辽国境内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记载中说 庚臣有龙建于叶茨山阳水上 上设获之 藏其谷内附 说有人在位于今天内蒙古 临溪县北部地区 叶茨山南面的河里 发现了龙 辽史中的记载相对简略了些 但后人有详细的记载 说这条龙是黑色的 发现了龙之后 有人立刻将消息汇报给阿宝基 阿宝基立刻马不停蹄 直奔事发地点而去 一直行了三天 这才赶到那里 而且那条龙居然还在 看上去长石鱼杖 三丈为十米 石鱼杖的话 差不多要四十米左右了 那真是巨龙了 阿宝基将这条龙射杀 还将龙骨保存了起来 辽国皇帝杀了条龙 这件事在当时也引起了 所以 如果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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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